最近连日大雨不断 基隆在8号再传落石砸车的意外 这崩塌的地方就在红弹山步道 包括了水泥道路 布兰扶手都被砸毁了 另外在新北的双溪区 往不厌亭方向的道路上 也发生了边波土石坍塌 结果封住了整条道路 基隆气象在预测呢 大雨还会再下两个礼拜 容易造成山坡的土石松动 也提醒民众注意落石崩塌的情况 蓝色轿车挡风玻璃 水泉蜘蛛网状 马路上出现大小不易的落石 挡住了一半的道路 而土石崩塌的地方 就位在一所国中校门口 担心再有落石危害学生安全 现场拉起封锁线 提醒民众靠边走 基隆8号发生落石砸车意外 因为最近连日大雨不断 轿车停在路边 不偏不移被巨石砸中 幸好无人受伤 而一旁的红弹山步道 也被砸破一个大洞 步道被破坏到无法行走 护栏扶手更是扭曲变形 而同样的土石崩塌情形 也出现在新北 土石大规模滑落 把整个道路都封了起来 还有好几颗巨石散落在地上 这些土石摊坊就发生在9号 新北双溪区 往不燕亭方向的道路上 意外造成交通中断 警方赶紧设置三角锥 就怕民众误闯发生危险 日累计雨量有超过560毫米的情况之下 山坡的地方比较容易发生土石滑落 或是崩塌的情况 这一波的话从11月20号到目前为止 其实累计已经下了350毫米的雨量 11月的下雨天数有21天 那12月从12月1号到目前为止 每天都有下雨 基隆大雨不断已经连续下了20几天 气象战预测还会再下两个礼拜 民众得在多人人 记者综合报导